经过多次延迟后 加州终于在星期三公布了首个微型住宅项目的地点 这个项目将在Sacramento的一个废气办公园建造1,200个微型住宅 该项目只在缓解州内的无家可归危机 根据州长纽森的计划 Sacramento将得到350个微型住宅 洛杉矶将得到500个 San Jose将得到200个 San Diego将得到150个 面对无家可归问题的压力 劉森在3月份宣布了这个计划 计划在秋季之前 向几个加州城市提供数百个微型住宅 以帮助清理在州内主要城市涌现出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这个号资3,000万元的项目 将建造一些小至120平方尺的房屋 这些房屋可以在90分钟内组装完成 其成本只是建造永久盛房屋的一部分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导 模型的水平方便 真的 是的 在正面